陈述局阿嬤又再次的发挥爱心 替陈述局出版童书以及绘本的台北人类智库出版集团 表示原本将寿书所得全数捐给陈述局 协助他成立基金会 现在责得他的同意将一部分寿书款项 捐赠给阿尼瑟佛儿童之家 赞助他们南投家园 这个我们人类智库帮我们举检出了 这个童书跟绘本 那原本是说把这个书卖出去的所得来捐给 居姐要成立的基金会 后来基金会不成立了 那其实也因为这个原因 他就继续去做他自己喜欢捐的捐款的这样的事情 那么上一次捐给王十字之后 这一次也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很好的利用 研究的结果也知道 这个阿尼瑟佛现在正在南投该一个分院 其实这个分院我们军军之前也都一直是很重要的赞助者 那么也所以把这样的一个捐款 这个引导到阿尼瑟佛的这个分院来 台东县长黄建廷以及国际阿尼瑟佛儿童之家 颜国顺董事长 儿童之家院长 吕丽翰等人出席了这次的捐赠活动 县长黄建廷并且颁发了感谢状给予柜台话 感谢他先后捐赠了一万多册 价值三百万的图书给七十多所小学 还有台东县儿童故事馆 这个日子对我个人来说 也是这一生中会永远记住的一种文艺 因为数据大姐 引导我进入了关心对人的内心世界 这个对我一生日中的影响 也是非常深远 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只想做就一直做 新的能走啊 爱心阿嬷的善举也影响了不少人 一起来帮助捐赠善款 或是做出一举 相信这样的影响之下 台湾社会处处会充满温情 东台新闻林峰哲的采访报导